小阳这个位置停车要扫一波 这个过路非常的危险啊 根本没有想到居服居然在山坡两边 进行了一波夹击 是的很聪明直接贴你的脚下的死脚 但是另外一侧小灰的一个步防 2-type直接没了 好的 那这个时候肯定要想办法反打一手了 要看 要看菠菜这一波能不能够帮到小阳 帮到小萱 让小阳走 对小宇宙 可能是刷踩 我 打了两个 本身这个圈其实对于SMS来说 如果保持自己的满边进入到这个城头的位置 还是比较不错的 二聚符和 KRG这里的交手还没有停止啊 小萱直接被逮了 在这个勾勾里面确实 老天霸的这种经典的路线 那崔奇在城头时直接被GISBABY给放倒了 就一把枪直接选择回来夹这个 上来之后一波以鼻子在车上直接将GISBABY给连打逮捕 那队友是可以服的 赶紧进防线打个要 7-7 整体的站位表得开 妹妹那个位置还在城里面的红砖房 这个过路 现在KRG只有波菜一个人 她不停的想要帮队友报仇 是的 这个位置是巨幅怎么都想不到 是的打了就补 贴近点 那个位置不能再去守了 要不然容易吃投注 灰灰很无奈 刚刚又不是我打你队友的 确实 你找我兄弟去啊 好小宇宙 近点跟波菜的battle 那摆了一下 这个摆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队友过来 绕到这一侧三个队友同是夹击 波菜在前面的这段时间 因为没有找到对方的一个自己的位置 没给机会 对面 波菜连打两个 这颗雷的伤害 一打一了现在 有机会穿吗 哇 两边 无人生还 这个人 波菜这波转大了 波菜是非常nice的 本来我们一开始看到 这个 就是巨幅啊 巨幅 队友还没等 队友还没来的时候不停的在迂回 对 等到了以后开始嚣张 逐渐嚣张起来 没有想到被波菜直接穿了 哎呀老橘这两把好凡人啊 运气真的是差 两盘了没有开开枪 小九啊小九被放倒了 就是 上一盘抢车啊 然后这一局的话 转移的过程当中被打下来了 这太难受了 现在 算柏梁 下车 球队 空 在哪里 不过 不过 哇 男不 一枪直接带走了不良 是的 一个人驾啊 两个人开车去吸引他的枪线 近点又是悟空 是的 贴过来 一楼正好贴脸 两个收下 哇完全没有想到啊 负二给一颗想给一颗折脚伞 觉得第一时间还是先驾入这个一楼的门口再说 小路于从时那边也是直接在抛屁股你绕是吧我也绕 是的一枪之隔现在95k就被限制在这个斜坡 只能开车走想走 没有走掉啊悟空 负二们在今天真是火力全开 是的 尤其是在吃了一局鸡以后你可以看 DT这边要进圈的话呢 像GFY啊 I7以及DSS 压力会很大 而且旁边的天坝还有可能会一会儿在他们打架的时候去劝架 可乐差了那么一年呢 还是直接被打了下来 这个过程真的是上不去啊 对方的枪太准了 那现在就过去了一个妹妹 那这个 反正这两个人上来拿分 没问题啊 I7也是为了在前面那个圈面的那个坑啊防止太多的队伍打起来 所以想直接往里面扎一波 嗯 MCG的这个枪法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次DDT选择从这一次的土路反波去打 TMA早就已经不防一瞬之间左边的DDT再次没 看这种土路的队伍真的太多了 这个时候谁冲上来谁就被夹 是的 GFY DSS旁边还有天坝过来劝了一波 GFY又被淘汰了 旁边DSS也想上来 嗯 只能放弃掉了 现在 紧要关头是先进圈 是的 哇 雷的一个同步 豆子没了 刚刚26和李白开出的这个动向主打系统 只能被迫的再绕一下 看一下边缘 探探旁边的虚实 毕竟两个人面对满边很难打 是放倒了小鹿 确实DSS的位置很难再进圈了 呃有过点 有过点 等等又弹窗了 天坝动霸突啊 恭喜天坝成为PCL联赛第三支完成3000淘汰的战队 哦 哇3000淘汰天坝也是一支老队伍了 是啊 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这个有时候在讨论说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嘛 一些队伍他可能队伍与压制 吃了一个伤害以后 李立直接上来打了一个撤身 近点还有 有烟雾 打得很主动 听到了脚步声 拉过来再打一个吗 没有机会 崔七一的发裂 前面已经失手了 是的 直接补掉崔七一根本不给对方救人的机会啊 直接还把队友给扛走了 我的兄弟我来救 对 然后第一时间灵术再往上面去顶 这个也是压缩了一下DT的一个枪圈上面的角度 只是这个位置得要小心一下 因为小C这个位置还没出去啊 就他站这个位置说明我很相信队友 但是他同时也要在周围一直看 注意力 自在扶人 方向不错 哎呦 好准的枪选择 直接抱头放到堂弟弟 一点点头皮的位置啊 就直接被打掉了 与此同时这边天霸和SMS有击倒的一个星期之后 那MCG也是提前上了山啊 是的 去做事了 一个背身 凌数的出枪 小拳子也没了 这个反扑还可以 能够再拉一手自己的队友 对 堂弟弟头都被打没了啊 队友还是帮忙帮忙扶起来 难得MCG大军压尽了 找上MCG过来以后呢 天霸才刚打完一下 还没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然后又接了一个MCG 这车滑了一下 彗子也12 这血量很危险啊 还好12 直接把弗兰尽给打了 打掉了 一颗顺暴 以为是在坡后面 坡墓子里 往左边余光一瞟 拉上过来 就让堂弟弟给放倒 是的 确实天霸 这一波接一波的 跟角肉场一样 进点坡 哪怕自己的枪口被震了一下 但出枪的时机 掌握得刚刚好 这个精准的定位 Forever在前点 给了露露足够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 看到RBS那边 也是在踩位置 先打一个药 旁边反正RBS也过来了 有人在出枪 露露直接没了 那现在的战场 就是在RBS和4AM站的之间 还在炸厕所后面 预判一下 你的一个岛的位置 我这一颗雷 直接将Forever 炸上来一个丝血 南部是一个三打三 然后北边的话 Forever还在处理RBS 怪兽的一颗手雷炸了 112和Forever 这个点会主要是 刚刚本身就倒地 然后队友没有能帮得上 没错 这个反坡的话 说实话 头顶上不好架枪 但是又不好第一时间往下面去摸 因为你往下面去摸的话 你没有岩体 有可能会被RBS踩着反坡 再去抽一波 是的 就这样一个局面呢 就变得很尴尬起来了 那DT现在就是踩到头顶上 对于FCG进行了一波输出 先给一波投注 错误的出枪 自由将小李给击倒 Summer也没了 独目难知啊 Summer这个点 决赛圈 三打三打二 切到一个跟场上队伍 基本没什么关系的位置 小路出枪 先把一杯币放倒 但是现在Forever的位置 相当于被两队夹在中间 对 还有机会扶吗 看DT的反应了 对手已经倒地一人 现在知道肯定不会给你机会再扶人了 手雷很关键啊 这一波非常的迅速 恭喜DT七个淘汰 成功吃鸡 是的